哈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又到了每个周末夜晚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的时间了 在这里呢 安安老师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除了可以在凤凰FM上面听到安心SO GOOD以外呢 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上安安老师的微博 微博的名称是安安老师的心灵私塾跟安安老师来做互动 每天可以收到安安老师的一些心情小语 那么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欢迎你们写资讯来询问我 那安安老师都会尽量的回答你们哦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些什么呢 前一阵子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潜意识可以怎么样运用 来让我们增加更性感的魅力 然后也让我们跟这个另外一半的相处可以更融洽 那么播出以后呢 很多听众朋友就对这个非常好奇 就希望可以再多知道一些潜意识要怎么来运用 那安安老师就再收集一些有关潜意识的研究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关于这个味道的潜意识 要把好闻的味道送进我们的潜意识 这个秘诀就在于呢 要让意识没有闻到 但是事实上潜意识闻到了 所以这个味道呢 一定要隐隐约约的 因为潜意识喜欢的就是这种若隐若现的特质 那么荷兰呢 有一个大学的研究者呢 他们也利用这样子的特性 不只是说味道可以让提升这个性感指数之外呢 事实上这个味道如果进入对方的潜意识 还有可能让对方为你做一些事情哦 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荷兰呢 有一所大学的研究者呢 他们就进行了这样的研究 这个研究之前呢 他们先做了一个有趣的pilot study 就是所谓的这个潜测 这个测验是这样做的哦 这个实验者呢 找了两批人来 那这两批人呢 有一批是所谓的控制组 那有一批是所谓的实验组 控制组跟实验组呢 他们两组都进行所谓的这个造句游戏 这个造句游戏呢 就是实验者给了他们很多的一堆的单字 然后他们从这些单字里面去重组 把这些单字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那么两个不同的地方是呢 实验组的这个单字里面呢 有很多所谓的这个跟老化有关的单字 比如说很陈旧 灰色 然后慢吞吞的 然后皱巴巴的等等的这种单字 那么控制组的字呢 就避开了这些跟老化有关的字 那么实验组跟控制组呢 都进行这个造句的游戏 那么在游戏结束以后呢 实验者呢 就请这个实验组跟控制组都去走路 然后去测量他们走路的速度 结果发现呢 这个实验组走路的速度呢 远远的慢过控制组的人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这个实验里面呢 他们玩这个造句游戏 那么因为有一些老化的单词在里面 所以他们的这个脑里面 潜意识就捕捉到这个老化的感觉 跟讯息以后 他们整个人就呈现一个 偏于老化的状态 因为老人家走路会变得比较慢 所以呢 他们后来的行为表现 就受到这一个老化 下意识刺激的影响 就表现出这样子 走路变慢的行为表现 但是很有趣的是呢 这一个实验组的人 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刚刚的造句里面 是关于老化的造句 因为他们这些单词都被打得很散 而且他们要造很多的句子 所以他们只是抽取当中的一些词来造句 也就是说呢 事实上他们的意识并没有意识到 这个实验者要给他们的讯息 但是他们的潜意识呢 却读到了这个老化的讯息 所以呢 这个实验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那么在这个前侧 这个pilot study做完以后呢 这个实验者就决定 把这样子的结果 扩展到其他的层面去 所以他做了一个 这个有关于味道的实验 这个味道的实验呢 是他布置了一个房间 那么这个房间里面呢 他让他充满了隐隐约约 有一种淡淡的清洁剂的味道 而且呢 这个是人家进去呢 你说人家能不能意识到 其实是感觉是闻不到的 但事实上他是喷了这种清洁剂 那么他就请这个实验者呢 进到这个房间里面去 那么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实验者就要求受试者 每个人呢 都要去做这个认字的作业 那这些认字作业里面呢 有一些字是跟清洁有关的字 譬如说卫生 打扫 那有一些字是跟清洁无关的字 譬如说桌子 天空 或者是电脑 实验的结果就发现呢 这一些被试呢 他们在认这个 跟清洁有关的字眼的时候 反应会来得特别的快 认得特别的快 但是呢 如果去认一些比较中性的字 他们的反应就没有认那些 跟清洁有关的字来得快 但是呢 这样子的这个差异 并没有出现在另外一个房间 那么另外一个房间 是没有喷这个清洁剂味道的房间 所以这个实验结果就说明了呢 当这个味道进入潜意识以后呢 它会引发人们有一些倾向 也就是它会影响人们脑中形成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认知 但是这个还是比较前端的这个认知活动 那么再进一步呢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人们做计划呢 这个实验者也做了类似的实验 他要求呢 这些呆在这个 有清洁剂味道房间里面的被试呢 去写下他们今天的计划 那么也另外一部分 他也要求那些呆在没有清洁剂味道的被试 去写下他们今天的计划 他们发现呢 这个呆在有味道的房间里面的这些被试呢 在今天的计划里面 他就写下了 我待会要去打扫 我要做什么什么清洁的工作 而且这样子的这个分量时间呢 安排的时间呢 远远的比这个进入没有味道房间的被试呢 多了三倍之多 所以这个他的计划 也被这个味道的潜意识给影响了 那么最后一步呢 这个实验者想做的就是 影响了你前端的认知活动 也影响了你做计划的意图 那么最后一步就是看看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能对人的行为表现 做出影响呢 那么这个实验者呢 布置了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呢 就是让这个被试呢 在房间里面吃饼干 那么结果发现呢 在这个有清洁剂的房间里面吃饼干呢 这些被试呢 会比较愿意在吃完饼干以后 把桌上的那些饼干屑都捡起来 但是呢 在这个没有味道的房间里面呢 这样子的动作反应呢 就少得多 这样子一连串的实验呢 其实告诉我们 去诱发我们潜意识里面的刺激哦 不仅会影响我们意识层面的想法 看法 计划决定 甚至连我们真正做出来的行为 都会被影响 所以呢 下一次当你想在家里面休息休息 但是看到家里很乱 想要另外一半帮你打扫的时候 也许你可以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在地上或者是这个墙角 喷一些清洁剂 让这个清洁剂的味道隐隐约约 那么可能你会发现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的孩子开始很主动的 想要去打扫环境了 这样子也可以应用在这个不同的 环境刺激上面 不单只是味觉 也可以刺激他的嗅觉 或者是这个听觉 等等其他的感官经验 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呢 常常就跟安安老师说 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老公 就是一个宅男 基本上呢 这个周末他就是只想窝在家里 然后打电动 什么哪里都不要去 我很想出去玩 但是他都不带我出去 那么也许呢 在周末之前呢 礼拜五的晚上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放一点点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可能是 里面有一些配衬是虫鸣鸟叫 或者是海浪拍案的声音 比如说有一些SPA音乐 那你要切记 这些音乐必须要隐隐约约的放 第一个音量不能太大声 第二个呢 你可能前面要先放一些 你男朋友喜欢的歌曲 然后呢 中间插入一两首这种 这个好像SPA 或者是这种大自然音乐 让他神不知鬼不觉的 进到你男友 或者是老公的潜意识里面去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对他提出一个邀请 你说明天是周末 我很想去海边 或者去山上走走 你愿意陪我一起去吗 你会发现呢 以前通常窝在家里的宅男 可能就会很大声的对你说 好啊 yes 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先进一首歌 待会回来继续聊 我们听一首方大同的小小虫 我从小不会说话 总比说些不该说的话 也没办法 我知道我是傻瓜 我不是说情话的断假 别怪我 我搞不懂 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 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 可不可以这样跟你相拥 我真的很没用 要感谢这小小虫 给我机会 这心抹出此 尝到恋爱滋味 感觉好奇怪 好像伤害了谁 或许我才坏 把小虫摔下来 去换你的爱 小虫也有他用途 他用自己摔下的痛苦 换我幸福 也许相爱是这样 永远快乐就永远受伤 别紧张 像我这样 那么平凡一张 大纵点 从来没人愿意 多看我的眼 可是在人来人往之间 却又小虫 换我幸运 要感谢这小小虫 给我机会 这是我初次 撞到恋爱的味 感觉好奇怪 好想伤害了谁 或许我才坏 把小虫摔下来 去换你的爱 谢谢你心意 我会好好带你 保护着你 带你看见你 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 别再犹豫 你赶快跑到她万一 让我表现自己 这小小虫 给我机会 这是我初次 尝到恋爱滋味 感觉好奇怪 好险 伤害了谁 或许我才坏 把小手摔下来 去怀迎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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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在上一节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 要如何进入别人的潜意识 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事实上呢 潜意识可以影响到的范畴 是非常大的 甚至乎呢 有学者他们就研究说 当我在跟一个人认错的时候 是不是潜意识也可以帮助我 比较少受到责罚 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 那么在讲这个研究之前呢 安安老师先说一下 为什么会今天想要提到这个部分 因为呢 前一阵子我刚好接到一个女性朋友的电话 那么他说呢 他真的是气炸了 非常的生气 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就说呢 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跟他老公呢 有协议在银行里面呢 放了一笔储蓄金 那这笔储蓄金呢 是不可以动的 就是你要动这笔钱之前 一定要告知对方才可以拿这笔钱 因为是他们家庭的一个基金来的 那他说呢 前一阵子呢 他的先生呢 就对一个投资很有兴趣 然后三番两次问他的意见 但是呢 他觉得这一个投资 他自己觉得不是很稳妥 而且觉得老公的这个朋友呢 不是那么可以信赖 但是呢 他说他的老公就好像 非常着迷于这一个 投资的计划 而且觉得这个朋友是 绝对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夫妻俩为了这个事情呢 就争吵了一阵子 就 但是因为这个太太不肯 这个先生好像后来也没有办法 就没有下文了 那么 太太就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了 那他说呢 前几天呢 他就肚子很痛 然后因为他吃坏肚子了 就急着去上厕所 那么在蹲厕所的时候呢 当然身体很不舒服啦 然后这个厕所的这个空气味道 也是很差的 他说这时候呢 老公突然来敲厕所的门 老公就说有话要对他说 他觉得很奇怪 就是平常讲话就是面对面讲 何必要隔着一个门讲话 但是老公好像就说 他现在就要讲 因为老婆说等我出来再说 老公说没有关系 就是你现在上厕所 我在门外面跟你说这件事 老婆就说好吧 那你说吧 然后呢 这个老公呢 就告诉他 他动用了这一笔家庭基金 然后这个钱已经给了他的朋友 他很抱歉 但是他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然后他这样动用了 希望老婆可以原谅他 他跟老婆道歉说 其实他们之前有协议过 这笔钱是要双方同意才可以动的 但是他就拿了老婆的张 然后去银行领了这笔钱出来 然后这笔钱就已经转给了朋友 所以他就是来告诫这件事情 然后也希望老婆可以体谅 也希望老婆可以原谅他 那我的朋友呢 就气炸了 他就觉得说 天哪 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道德 然后做这种事情 那他甚至说 我以后对他再也没有信任了 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就算他再怎么样的跟我道歉 然后说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 我都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了 这个已经不是投资计划的问题 而是这个人可不可以信任的问题 那他也可以背着我在外面 交女朋友 他也可以背着我去做很多事情 他甚至把我卖了 我可能都不知道 非常的生气 那安安老师就马上想到这个研究 然后我就说 也许你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除了你老公 就是他没有照着你们的协议去做 破坏了你们之间的信任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他跟你提这件事情的识点 真的是很不对 简直是自己把自己推入了万丈深渊 那么我的朋友就说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研究 很有趣的 这个研究呢 其实是一个大学的这个实验者呢 他们想要知道说 一个人对于这个道德感的判断 会不会受到这个潜意识的影响 所以呢 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这样子的 他们先找一批这个背试过来 他们想要在这个背试的脑子里面呢 先去制造一种洁净的感觉 在潜意识里面先去植入这样子的单词 所以呢 他们就请这个背试呢 先用一些跟干净有关的字眼来造句 比如说卫生啊 清洁啊 然后芳香啊 等等这种字来造句 那造完句子以后 其实我们这个潜意识里面 对于干净这件事情的这个字词 已经被提取了 那在这个干净的造句结束之后呢 这些背试呢 就被要求去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实验者呢 就给背试很多所谓不道德的事情 那当然是人家做的 别人做的不道德的事情 然后要这些背试去判断说 你觉得他做这些事情 是非常不道德 然后极度不道德 还是你还可以接受 还是说你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没有那么不道德 那结果就发现呢 如果在这些背试呢 是有做过这个洁净造句之后 去做这个实验的话呢 他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 不道德事件的判断呢 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这个对于这个不道德事件的 这个批判呢 的分数程度远远低于那些 没有先去做这个洁净造句的人 好 那这个就是我说 为什么这个 我的朋友的先生 他挑的这个告诫时机 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呢 他是在我的朋友 在厕所里面的时候 厕所里面会给人一个 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特别是在他 在拉肚子的时候 应该是味道很不好 然后环境很脏的 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样子的感觉 去做一个告诫呢 绝对是让自己打入这个万劫不复之地 那么一个真正的好一点的做法 又是什么呢 这个实验者呢 他接下来做的实验呢 也许可以告知一二 他就想要探讨说 除了我用这个自此造句 干净的这个反应以外 有没有可能用一些行为来引发 所谓潜意识里面的改变 所以呢 他同样的进行这个实验室 他把这个洁净造句 替换成洗手 那在这个被试洗完手以后 然后去做这个 不道德事件的判断 然后结果也是这样 同样发现的 就是如果呢 在你洗完手以后呢 然后你去看到一些 这个别人做的不道德的事情 其实你对别人的指责 没有那么严重 你没有觉得他 这个错的这么厉害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洗手的话呢 你对别人的这个 不道德事件的指责呢 就会远远的严重于 这个洗完手的这个背试 所以呢 回到我的朋友身上 他的丈夫 即便是真的做错事 但是这个告诫的时候 为了这个减轻刑罚跟罪行 真的也应该要等我的朋友呢 从厕所里面出来 而且最好呢 是等到他洗完澡 干干净净的香喷喷的 然后你再来做这样子的告诫 也许呢 你的太太呢 对你的这个批评指教 就不会来的这么样的严重了 所以呢 各位听众朋友呢 也可以从当中学到一点点小技巧 下次如果 人非圣贤书呢 下次如果你这个做错事以后呢 想要跟这个对方寻求原谅的时候 第一个 切记这个环境一定要整齐清洁 第二个 你最好让这个被告诫的那一方 就是他自己的状态 也在一个干净整齐的状态之下 那么你的告诫 也许就可以收到效用 是真的可以获得对方的原谅 好 我们先进一首歌 带回来继续聊 我们听一首杨乃文的 飘着 你送给我的心 你送给我的心 大部分我都看不懂 你牵着我的手 我已经麻痹没感觉 就这么飘着 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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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飘着 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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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你的声音 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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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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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穿过的大衣 摩擦热了我的身体 摩下了一场雨 冲掉我说谎的能力 都只能望着 望着 望着 都只能望着 望着 望着 Zither Harp 那摄影给我的心 那部分我都看不懂 你牵着我的手 我已经麻痹没感觉 就这么爱着 爱着 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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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爱着 爱着 爱着